你喜欢陈东的小说吗? 陈东是当前网络小说界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写手之一 作品《少儿精》以神木译文扬名立万 开创了《玄幻玄念流》这一扇门 陈东全部小说中你读过几部 细说为大家带来了陈东十大经典小说 如《神木之天盛虚》《完美世界》《长生界》等等 这些陈东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部呢? 陈东十大经典小说《一神木》 神木为著名网络小说作者陈东的成名作 是其处女作不死不灭的续集 该书以主角陈南寻找万年前爱人与心 追索神魔灭亡一秘的行迹为线索 引出浩芒六道天敌棋局 演绎出一部充满热血壮烈其美的传奇 到说出无数英雄家人的传说 并对人性社会生命等元素进行了些许探讨 令人读后不仅为之感动激发 且欲为无穷回思不断可谓网络小说中优良之品 二 这天 这天是一部古典闲暇类型的网络小说 作者是陈东 本书以九龙拉关为影子 带出一个庞大的洪荒仙霞世界 讲述了主人公叶凡机缘巧合从地球泰山 乘坐九龙拉关来到了一个叫北斗的大兴 从此开始了不凡的修仙之路 叶凡一点点地摸索着这个世界不停地强大自身 开始了残酷的地露之争 成为大地后则开始探寻那缥缈的成仙之路 小说的全篇格局很大 剧情丰富再加上圣地缘故 世家等洪荒气息浓厚的设定很有特点 三胜虚 胜虚是由起点中文网白金作者 网文五大至尊之一的陈东所著的第六部小说 首发于粤文集团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和创始中文网 小说讲述的是在破败中崛起 在寂灭中复苏 沧海澄澄雷电枯竭那一缕幽物又一次临近大地 世间的枷锁被打开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此揭开神秘的一角 谁主臣服主角开始称霸天下的故事四完美世界 完美世界是陈东所著的第五部小说 东方玄幻类首发于起点中文网 毅力尘可填海一根草斩经日月星辰 谈指间天翻地覆群雄并起万足林立 诸盛争霸万天洞底 问苍茫大地谁主臣服 一个少年从大荒中走出一切从这里开始 2016年11月完美世界荣登2016中国饭娱乐指 数 盛典中国IP价值榜网络文学榜Top10 2017年7月12日 2017猫片胡润原创文学IP价值榜发布 完美世界位列45位五长生界 长生界连载于起点中文网上的一部玄幻小说 作者是陈东 小说虚构了一个超脱于人世间之外的浩大的长生界 并以此延伸出一个庞大的未面体系 通过主角萧辰被动追寻上古一米的行迹 串联起无数光怪陆里的故事 演绎出无数曲英雄悲歌 借此传递给读者去伪还真保家卫国的思想 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6不死不灭 不死不灭是一部东方玄幻类型的网络小说 小说签约授权首发连载于起点中文网 小说已经完本作者是陈东 小说讲述了太古大神独顾拜天时事轮回 觉醒前世记忆神魔合一成道 走上真正征天之路的故事 历千劫万险纵使魂飞魄散我灵时依在 战百事轮回纵使六道无常我依然永生 天道 天道 天以世道何须奉天道即死魔应生 一个被称为魔的人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最后走上了一条抗天之路 7 升空彼岸 升空彼岸是首发于粤文集团旗下 被起点中文网的艺术超能类小说作者是陈东 小说讲述的是男主角因为对救赎情有独钟 所以选择在大学时期进入救赎实验班学习 并修习先情跟法 在修炼有成之后毕业时却被人暗中阻止进入星星 转而加入秘露探险组织寻求另外的机会 是